为什么我们都说这猫冬呢 你看我们这有这么多猫啊 猫冬怎么不说狗冬呢 这天冷了 除了我们国家的岭南地区 两广 广东 广西 再有就是福建有些地方 还有鸟语花香 其他地方都已经变得非常不舒服了 尤其北方大地已经入冬 今年北京冷啊 冷得比较早啊 但它冷得不彻底 什么叫冷得不彻底呢 就是它虽然冷得早 但是它没有往年那么冷 什么原因呢 是因为今年有润六月 两个六月 我们入冬了啊 先得了解这个冬是什么意思 说冬不就是冬天吗 对 冬就是冬天 说文解字里是这样解释的 说冬呢 似时尽也 走到头了 所以我们今天说中 这个事儿中了 中于的中 中节的意思 这中字本身后面也带着一个冬 这个意思非常明确 在一年四季中 冬天呢是最后一个季节了 我们只要熬过这漫长的冬季 就会迎来春天 中国人啊是这样啊 过的日子仔细 我们除这四十春夏秋冬以外 我们还有二十四个节气 西方人呢 就是粗糙 就是春夏秋冬 所以西方人着装就没有中国人那么在意 中国人对这个每个 这个气候的变化 都更换自己的衣服 西方人好像看着这个不怎么怕冷 其实是他比较迟钝 我去这个法国巴黎的时候 也看到外国人也动得不行 我以为他多抗动呢 只要天一凉 那腿也是夹着走道 现在的中国人啊 注重节气啊 但是不注重雾后 什么是雾后呢 古人认为每一个节气后面跟着五 三后 一后二后三后 每后五天 每五天一个变化 这种变化呢 比如草啊 这个饭绿了 叶子滋檐了 花开了 这些都叫雾后 雾后这个词在我们今天生活中基本不用 你如果读这个诗歌的时候会会碰见这个词啊 比如这个独有患由人偏惊雾后心 你看我出门当官 所以对这个雾后的变化呢 这个感觉非常强烈 这七十二后 五天一后的这个雾后啊 对于我们观察事物是有极大好处的 我们今天是因为有公共媒体不停的给你提示 比如每一个节气的到来 公共媒体跟轰炸一样的告诉全国人民什么节气到来了 过去我们不关心文化的时候是不说的 今天是说的 所以我们对二十四节气呢 基本上都了如指掌 我们也专门讲过这个问题 那么雾后呢 大家就关心的不是很多啊 这个雾后是什么样的变化呢 它其实是三块组成啊 第一个呢是植物 第二个呢是动物 第三个呢是我们人 第一个植物啊 北方的植物在雾后中变化 最明显的一个变化是什么呢 变化最强烈的呢 是落叶 落叶 北方人觉得这落叶就该啊 秋风一来啊 入冬的时候 一刮西北风这叶子花一叶之内全落光 你看那多漂亮的银线树啊 到秋天满树金黄 一叶北风 没了 大家都觉得这太正常不过了 但不一定 南方人就不这么认为 比如我有一个朋友啊 他那个儿子从小在香港长大 长到四五岁的时候 第一次来京 来京的时候坐飞机过来的 正好赶上冬季 一下飞机出了机场坐上汽车 一到这个机场路上 一看两边的树啊 没叶子 这孩子就愣了 就问他爸说 说这边树为什么没有叶子 他爸觉得这没叶子 北方就这样 冬天落叶啊 春天发芽啊 但是对于孩子来说 他的第一反应是非常对的 因为他从小在南方长大 南方的树是不 不在秋季落叶的 我们这猫都特能折腾 你们听我讲的时候呢 就凑合听啊 要排除猫的干扰 快打起来了吧 嗯 我小时候啊 读书 读刘雨昕啊 有一诗 这诗呢 我到现在还能背 这诗呢 叫 其中有两句啊 非常有名 叫方林心夜催沉夜 流水前波让后波 这诗啊 我这个就想来想去啊 当时不明白 流水前波让后波 这话太容易理解了嘛 长江后浪推前浪嘛 流水前波让后波 这特别容易理解 但方林心夜催沉夜 这句话我很长时间不太理解 当然随着年龄增长之大 这诗它是当年在四川写的 我二十多岁的时候去苏州 苏州住在他那一个宾馆里 五月份 大概是五月初 那天呢 从宾馆里吃完早饭走出来的时候呢 仰头一看那树 一下就想起刘雨诗这句诗了 因为满树那种老绿色啊 突然滋出了全部的嫩绿 尤其在早上出来的时候迎着那个朝阳 那特别绿 所以我一下就明白了什么叫方林心夜催沉夜 就我心夜都长出来了 你沉夜还没落呢嘛 所以南方的这个落叶的这个幻夜 它是逐渐完成的 不像北方一夜之间全部落光 你比如啊 这个唐诗中草色遥看近却无 就是你远看的时候都是绿的 你近看它就没有 这种感受非常这个有意思细腻 那屋后还有变化是什么呢 那是动物 你看动物的变化啊 什么变化 换毛 不是换毛 是长毛 你看我们这官妇猫啊 你看看 这秋天一过 一入冬 个个都显得粗 为什么呀 它长了很多很多绒毛 它不是胖了 我看有人说 你们的猫怎么都弄胖了 不是胖 它就是长绒毛 这种绒毛呢 是郁寒用的 它到春天它就会脱落 你养毛的人比较烦的就这一件事 就是它掉毛 它掉毛 最厉害的时候就是春天 春天 每天我这个出家门的时候都得拿那个滚子 粘一粘 要不然身子全是毛 但这会儿它就不怎么掉 它光长了长绒毛 绒毛呢 这短毛的啊 你拿手这么一扒了 一看那绒毛在根底下特漂亮 长毛的 那就成球皮大衣了 你看我们那装太极 前两天我看有粉丝给他拍的照片 也有我们工作人员拍的照片 那照片拍的神奇 贵妇养蜂一刮 浑身乱动 对吧 所以这物后变化 诗经中啊 描述蟋蟀说的特别具体 他说七月在野 八月在雨 九月在户 十月蟋蟀入我床下 这说的月份可都是农历 如果按照我们今天的功率算 你至少要错后一个月 这些周期性的变化 古人呢 把它记入了诗歌当中 那么动物中呢 还有什么呢 动物的变化 除了是长毛的啊 这些动物 还有很多动物 它会冬眠 你比如熊 这个狗熊 一到冬天冬眠 它冬眠的时候是有本事的 咱冬眠不行 为什么咱这个 得新陈代谢啊 新陈代谢 咱睡着了也新陈代谢 这熊啊 在冬眠的时候 它有一本事 我看过这个 有一些科技的片 在研究这个 这件事啊 它首先让它的心跳 迅速下降 平时一分钟心跳 五十多下 跟它人差不多 一下就跳到 每分钟剩十下 十下什么概念呢 就是六七秒钟跳一下 咱的心脏要六七秒钟 跳一下就基本就死了 所以它能够让心脏减缓跳动的频率呢 那就从某种意义上讲 延长寿命 它新陈代谢也至少减少了一半 那么能冬眠的动物很多了 你比如说蛇呀 我们都知道青蛙呀 刺猬呀 很多这个动物都会冬眠 用冬眠这个办法 度过漫长难挨的这个冬天 那么物后变化 当然物后变化 我们人都不属于物了 但是我们确实也有变化 冬天干嘛呢 没事干 歇着 由于我们是一个农耕民族 这个过去春重秋收 一到冬天确实没事的 那所以冬天干嘛呢 冬天一大事啊 叫办婚礼 我们今天啊 一年四季 什么时候都能看到有人结婚 过去可不是这样 过去结婚就是春节 就是过去的元旦 现在的春节 一到冬天 闲着没事了 把这婚结了 过去的婚宴跟今天不一样 今天婚宴大部分都是进了餐馆 进了大饭店 是吧 过去不是 过去这大型婚宴 基本上都在院子里 北方是织一大棚 南方呢 就在院子里 穿得厚厚的 每个人啊 这个从新娘到新郎 都得穿得很暖和 吃这婚宴 南方啊 南方听着暖和 实际上冬天特别阴冷 所以他那个婚宴啊 到现在还有一种 这个吃法啊 叫全蒸席 什么叫全蒸席呢 就是他这里的饭菜 所有的东西全是蒸出来的 没有一个是炒菜 没有凉拌的 这凉拌的菜是夏天好吃 冬天你在温暖如春的房间里好吃 您到院子里那么冰冷 这凉菜下不了肚 吃完就跑肚 所以呢 这个南方就发明了啊 就苏州地区 我就去吃过 全蒸席 全蒸席的好处是什么呢 上来的菜特别热的 每一个啊 习俗 一定背后有一个道理 那我们今天讲什么呢 讲我们的猫冬 一说猫冬 冬天来了 都猫冬了 你说为什么我们都说这猫冬呢 你看我们这这么多猫啊 猫冬怎么不说狗冬呢 这事有意思啊 这猫对温度的变化 比狗敏感 猫特别怕冷 你别看他一身毛啊 你看他浑水不是毛 但特怕冷 你像我们的花蓉蓉呢 这会没来 花蓉蓉打成毛 太怕冷 那王庆盛就更怕了 王庆盛是一短毛毛嘛 这个狗的基因跟猫的基因是不一样的 因为狗是从北方来的 来一头来自北方的狼 猫哪来的 猫是南方 埃及从非洲那边来的 所以它最初的基因是从热带地区来的 就怕冷 你看猫有多怕冷啊 家里哪暖和 它上哪去 你比如你家里有人看电视 你电视上暖和吧 那电视都关了 那猫还趴在上面呢 那暖和 要不然就趴暖气上 是吧 你看这个 一到这会儿啊 天一冷了 这个流浪猫啊 没地去 流浪猫没地去 去哪呢 就去这个 发动机上 有的车 人家开车回家 把车往门口一停 这车是热的 发动机那热能热很长时间 那猫就上去找个地儿一趴 所以以后啊 我们提示大家一句 就是家里有车的 发动车的时候呢 一定不要着急 让车发动一会儿 再开车 注意 一定要注意这些取暖的猫 我们 这个 注意一下猫啊 这屋里是暖和 你看我穿的还算挺暖和的啊 你看这猫 很舒展 只要一冷 它就揣着 手揣着 这 这揣着有一专言词 叫农民揣 农民揣 你看我们那个 花肥肥的铜像 说农民揣 你知道 农民这揣手 是特别有智慧的 我今儿是实在 这衣服太细 没法跟你表演 我特别爱农民揣 过去在农村 穿一棉袄 俩手一揣 在里头别提多暖和了 城里人不行 城里人智力有问题 城里人冬天 刮了两条腿 这个洞子 嘚嘚嘚嘚嘚的 还上街上去 西北风一刮 两刀 拧着跟麻花似的 那城里人都是智力有问题 所以这农民揣 是以简单的发明 行之有效 你看这毛啊 毛天一冷 来一农民吹 就渡过去了 可咱人不行 人为什么不行呢 很简单啊 咱人没毛啊 这肯定不行啊 天一冷就得多穿呢 是吧 还得依靠这取暖设备 过去啊 这老人在屋里一到冬季 穿一大棉袄 穿一棉裤 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个事 现在呢 这屋子暖和 人就穿少了 现在北京市规定啊 我其他各地的规定我不知道 北京市的规定 18度 是屋里的取暖标准 低于18度 你就可以跟这个供暖打招呼了 说我这屋里不够温度了啊 这18度在过去 已经是非常暖和了 18度什么概念 你肯定棉裤穿不住了 过去冬季 这屋里有个10度 8度是很正常的 那么冬天的冷 冷冷的什么样啊 咱们先说最冷的地儿啊 咱们从最冷的地儿 往暖和地儿说起 比如最冷的地儿啊 在内蒙古 呼伦贝尔的根河市 一年一月份啊 一月是最冷的时候 平均气温呢 是零下30.9度 这个在 08年前啊 09年的12月31日的凌晨呢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最冷的地方啊 测过零下58度的极端气温 零下58度 我都不敢想象是什么温度啊 这成为了中国啊 到目前为止能测到最冷的地方啊 这是冷极 这个记录到现在没有被打破啊 那么 特别冷啊 这个东西会改变物性 我过去在东北就见过啊 一毛巾 你洗完了用完了 你只要往铁丝上一搭 一分钟以后 这毛巾就是硬的 跟一硬纸板似的 如果你拿手一折它 这毛巾就脆的 蹦蹦就折成两半 那毛巾就断成两截啊 如果说这毛巾是柔软的 你想把它撕成两截 没那么容易 可是这么冷的情况下 一折啪 这毛巾就变成两截 军用水壶啊 我们那时候冬季 这个行军训练啊 这个军用水壶是不能装满水的 装满水它就会冻死 只能装半壶水 还得往里对酒 你不对酒它就冻了 那么它这种悟性的改变啊 比如说萝卜 你们没见过那萝卜能冻成什么样 零下三十度以上的时候啊 这萝卜就冻成了一个玻璃球 我们那时候小啊 这恶作剧啊 就捡着这室外冻成的萝卜 往墙上扔 扔过去撞到墙上 就跟玻璃一样的 全部碎成渣子 这就是在极端低温下 悟性的一个改变 我们 我在东北啊 这个住过两年 那两年正好是跟 这个苏联 现在是俄国 当时中苏边境呢 有支包岛战争 那时候中苏的关系非常紧张 我们当时呢 尽管岁数不大啊 还没成年呢 十五六岁 也天天跟成人一样啊 模拟行军 也站在低温下睡觉 说在低温下一定要睡着 你知道这个低温能睡觉是一本事啊 我睡过的那个低温啊 最低的低温 就是毛巾往床底下一挂 这毛巾就是硬的 就冻了 睡觉的时候得戴一狗皮帽子 由于你呼出的这个热气啊 这狗皮帽子一圈 全部都是白霜 照样能睡得很香 在背窝里很暖和 我们那时候 练习行军的时候呢 这个教练就说啊 怎么能在低温下睡觉呢 第一 衣服一定要脱掉啊 不能穿着这个外衣 穿着外衣 你永远睡不暖和 必须要脱掉 脱掉以后呢 两个人一对一对的睡啊 一对一对的睡 你们现在觉得这事太可怕了 怎么睡呢 头冲脚 就是两个男孩子啊 我的头冲着对方的脚 这样才能报警 两个人头冲头 是没法睡觉的 因为有肩膀嘛 所以就会漏风 还会占地儿 所以两个人的铺盖呢 共用一个铺一个盖 衣服打衣全部盖在上头 两个人头冲脚啊 抱着去睡觉 我可告诉你们 那时候没有惯喜条件啊 是在野外 这脚走了一天以后啊 谁的脚都不是脚了 都是一个毒气蛋 那也能活下来 人在什么时候 说什么事啊 老人老说啊 人只有想不了的福 没有受不了的罪 你知道这东北啊 最冷的时候刮那大烟炮 什么叫大烟炮啊 就是因为东北的雪是不化的 在这个大风下啊 这个刮的雪全带起来 三五米以外就看不见路 很多人啊 就因为大烟炮被冻死在室外 他为什么会冻死在室外呢 因为他认为从我这儿到那儿 我这个路熟得不能再熟了 我天天走这么近的距离 我怎么会找不到那儿呢 你就找不到 你只要敢出去 你就非常可能冻死在外面 我们当年就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嘛 就冻死了 我们小时候知道的事 你比如当时在内蒙古 有一个叫龙梅玉戎小姐妹 为了这个羊啊 羊被大风啊 冬天的这个白毛风给刮的 回不来了 所以就为了跟着这羊走 最后把脚都冻伤了 截肢啊 是吧 这个故事 这个后来还编过很多什么连环画啊 拍过电影啊等等 这个都是我们那个年月发生的事情啊 过去月冬啊 第一件事就是你穿暖和呗 我们啊一直在说这个 雾后的变化啊 我们雾后真的是包括人 我们同样的温度啊 你春天和冬天 这温度感觉是不一样的 比如18度 春天刚来 说这天真够暖和的 但冬天18度在屋里呢 他有人就觉得这屋不够暖和 我认为啊 最好的室内温度就是 20 最多22度 这是最舒服的 很多人屋里是25度27度 我一到这个25度以上就燥热不安 过去我是不懂这事的 年轻跟岁数大完全感受不一样 你比如说我觉得我儿子就是 他老觉得这屋里不够暖和 其实我觉得这屋里已经很舒服了 他觉得不够暖和 年轻人都不愿意多穿 我宁恨在屋子里啊 冬季穿一个这个毛衣啊 我也不愿意就穿一背心裤衩那么热着 对吧 你比如我们有一个 这个穿衣标准啊 就是你穿不穿秋裤 表现你是不是小姿的 一个标配 很多小姿情节的人都不愿意穿秋裤 比如啊 我们现在啊 就说你穿不穿秋裤 就是你是否是小姿的一个标准 你不穿秋裤 就是你很小姿 你穿上秋裤 你就这个不小姿了 这个秋裤啊 我是特愿意穿啊 你先别小看这秋裤啊 我当然我穿这秋裤稍微讲究点 它比较贴身啊 你现在你看见我穿过秋裤吗 我给你看看 我能清晰让你们看 我这秋裤好贵的 这个秋裤 你今天觉得它 这个很土 你知道中国过去皇上都穿不上 要中国古代要有秋裤 那肯定第一波全是给皇上穿 是吧 穿上多舒服啊 那时候人都是穿布料 是吧 布料它不贴身啊 我们今天穿羊绒的羊毛的 这些在过去啊 即便有都比较扎 你知道我小时候这毛线啊 都比较扎 那毛衣不敢贴着身穿 那里头得穿一个比较厚的衬衣 现在这毛衣呢 都特别舒服 它可以光着膀子穿 啥事没有 那么 这个各地啊 各地这种郁寒呢 你比如东北 东北的这郁寒呢 就是 你比如这鞋啊 冬天这鞋在东北 绝对把脚丫子动下去啊 这个鞋子外的 再穿一大毡子做的鞋 就有一种草啊 东北有三宝吗 人身貂皮乌了草 这乌了草啊 保暖性特好 跟头发似的 一团一团的 那么据说啊 它对真君啊 有极强的意志作用 那就是说 它基本贴身 使用不会长脚气 据说这个乌了这词啊 是从满语过来的 是大皮靴的意思啊 我们在东北的时候啊 就穿过这个乌了草 就是穿那个普通的棉鞋 穿一大毡子鞋 那毡子鞋里塞满了乌 乌了草 多冷 站在外头 你这脚都没事 如果你不穿这样的 乌拉草的这乌了靴啊 你那脚丫子根本就受不了 一般20分钟以后就冬透了 那么 东北的取暖 有很简单的一种方式啊 就是火墙 火炕 火炕爆到华北地区都有 这火墙啊 很有意思啊 东北那屋子有时进行巨热 就是那个火墙 火墙这么老厚 空心的 这烟道呢 是来回成这个 来回S状 一直把烟排出去 所以这火墙特别热 我刚到东北的时候 知道一个知识 后来也没法去印证 是什么呢 是人告诉我啊 说这火墙上 绝对不能在使用期间 就火墙是热的时候 不能钉钉子 说一钉钉子就会炸了 那我们也没敢试过啊 这种火墙是东北一般的 民居中的一个取暖的保障 再有就是火炕 这火炕呢 你看东北的火炕啊 一家人就是 作为U字形 这种U字形的火炕 全家老少三代都住在上面 为什么都住在这里头呢 节省能源啊 所以东北才有了那二人转嘛 你想想这个 这一个U型的炕啊 全家人都坐在炕上 请俩人进来 给你连畅带比活的 所以它就形成了二人转 这样一种艺术形式 东北的这个大炕啊 我见过特长的 能睡几十人的大炕 我们那时候不懂啊 一进屋大家都喜欢 往这炕头上睡 这炕头热啊 其实睡觉最舒服的是 炕中间这一段 两头都不行 另一头是比较凉 这头烧 炕头这一块基本上你睡不着 那太热了 热的你啊 这个 嘴干舌燥啊 尤其小伙子 小伙子睡凉炕 全凭着火力壮 所以小伙子火力壮 睡不了这热炕 东北啊 有各种怪啊 东北各种怪 其中有一怪就叫 媳妇搓穿 这个公共鞋 就是因为一家的人都在这个 这一大炕上去过日子 貓东 我住过这种炕啊 这种炕是我们有一年拉列 在东北黑龙江 在一个老乡家 就是这种幽形炕 所有的人都住在这炕上 晚上上厕所得出门 这屋里不能上厕所 这屋里什么都没有 上厕所上哪去 就出门在野地里 你知道这特冷的天出去啊 他不会得病 怎么不会得病呢 只要你身上没有汗 多冷你出去都不会得病 室外零下二三十度 你就穿一裤衩 直接出去撒泡尿 那时候年轻啊 尿滋的快 一抛出去赶紧回来 就钻被窝 没事 一点事没有 第二天该干嘛干嘛 绝对不会把你给冻病了 但你身上要有汗 一出去就完蛋了 所以这个 这个东北的这些猫东呢 主要都是在这屋里啊 东北的这个娱乐活动 就是在冬天啊 这二人传就是这么形成的 因为大家都围着一个亢去生活嘛 所以请两个人 在底下啊 一通闹 一通表演 这事就成了 我第一次看见二人传呢 是1969年的 大概二三月份 看这知青 给我们演这革命二人传啊 跳一段舞 叫我是娇阳君石柳啊 那女孩上海知青啊 在东北 上海知青那女孩还是挺软的啊 在那跳舞 当时印象深刻 那时候我才 我算算 我那时候是14岁啊 14岁开始有感觉了啊 看那软软的那女孩都有感觉了啊 这个后来呢 没等我这感觉消失 我就回北京了啊 我就回北京了 那北京 咱们先说说北京是怎么过冬 北京过去啊 秋天一来 享受几天秋高气爽以后 安静